纽约州长霍赫尔在6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美国最高法院对隐藏室手枪的裁决应受谴责 并且在其范围内令人恐惧 他说 今天最高法院让我们在保护家庭和防止枪支暴力方面的努力倒退 总督补充说 这项裁决可能使数百万纽约人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我们仍在哀悼生命损失的时候 周四 最高法院驳回了纽约州对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藏手枪的限制违宪 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交给了枪支权力倡导者 法官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驳回了两名枪支拥有者 和全国步枪协会的纽约分支机构对法律的挑战 该协会是一个与共和党人密切合作的 有影响力的枪支权力组织